水牛母子刚刚上岸 就被狮子逮了个正招 母狮偷袭幼崽成功得手 眼见自己的孩子被抓 惊慌失措的母水牛急得原地打转 周围并没有其他的狮子 第一时间冲上去 或许还有机会保住自己的幼崽 但是令人疑惑的是 母水牛全程无动于衷 始终不敢冲上去将狮子赶走 相反 在纠结思考了半天之后 他还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离开现场 在动物世界中 母亲的保护本能被视为最为强大的力量 或许有人会觉得 母水牛并没有尽到母亲的职责 但在我看来 他的选择是出于对生存的必须 母水牛心里明白 自己并没有能力对抗一只饥饿的狮子 即使他付出了牺牲自己的代价 也无法改变小水牛的命运 在草原的残酷规则下 逃离是他唯一的生存希望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 母水牛的选择更多的是一种无奈 他在面对不可改变的现实时 做出了最为明智的决定 有时候生活中的抉择并非是非黑白分明 而是一种无奈与权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权和声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权和声插